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场非洲国家领袖齐聚北京的盛会 这是一个重磅的中非合作论坛FOC 而西部警示外交的舞台 更是经济合作的前天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论坛上 来自20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将寻求新的投资和贷款机会 因为中国正大力寻找市场 从家居产品到绿色技术 意图进一步巩固与非洲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签署了 重新启动坦赞铁路项目的初步协议 这一项目将促进中非贸易 并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在历史的回顾中 中国自1970年代以来就已经开始与非洲合作 而此次峰会则被视为双方关系的新高峰 习近平主席强调 中方希望利用此次峰会的契机 推动坦赞铁路的复兴 并完善东非铁海连运网路 然而这次盛会的背后 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绿色技术 施加高额关税 中国迫切需要在非洲这片 充满潜力的新市场中寻找机会 峰会期间 双方将深入探讨绿色能源转型等多个议题 力图实现多领域的深度合作 最后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 将与中国高层进行多次会晤 寻求更多的合作共识 为未来的中非关系开创更为广阔的前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京的秋天空气里透着一四两亿 9月4日的夜晚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苑的精心安排下 20多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起居北京开启了一场豪华宴会 为即将展开了中非合作论坛 FOC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 也是一次双方合作的关键时刻 在闪烁的灯光和悠扬的音乐中 非洲领导人们品尝着丰富的中式美食 感受到了中国的热情款待 习近平在宴会上的支持中 强调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紧密合作 他说中方愿以本次峰会为契机 推动坦战铁路激活取得新进展 合作完善东非铁海连入网 将坦桑尼亚打造成深化中非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示范区 这次论坛吸引了来自非洲大陆各国的领导人 他们带着期待和希望 寻求新的投资和贷款机会 北京方面也在积极寻找市场 从家居产品到绿色技术 力图通过这次机会 加深与非洲的关系 进一步拓展贸易 回顾历史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 就已经开始了与非洲的合作 当时毛泽东民导下的中国 帮助启动了坦战铁路项目 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贸易 奠定了基础 今年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再次签署了出雇协议 重新启动 这一已有数十年历史的铁路项目 坦桑尼亚的领导人 都对这次合作充满信心 认为这将为两国的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非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吸引力 赞比亚作为非洲第二大同生产国 其同资源对中国的需求尤为重要 习近平表示中方希望通过峰会推动坦赞铁路的复兴 并进一步完善东非铁海连运网络 在峰会的前夕 中国官方媒体纷纷赞扬习近平是非洲的真正朋友 称在他的领导下 中非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种友好的氛围为峰会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上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在2020年举行 北京当时承诺购买超过3000亿美元的非洲进口商品 如今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 中国超额完成了这一目标 购买了价值3059亿美元的非洲商品 这一成就无疑增强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合作的意愿 与此同时 北京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资金 帮助他们改善交通 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 分析人士指出 本次风味上 债务重组问题很可能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新研究显示 2023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总额首次上升至46 1亿美元这一现象主要源于中国对去风险和能源贷款的承诺增加 非洲不仅为北京提供了进入新市场的机会 也有助于缓解中国在面对西方国家抵制时所遇到的困境 随着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推进 非洲在这一领域的潜力也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去年中国在非洲投资了三个太阳能和水电可再生能源项目 通过这些项目 中国希望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然而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绿色技术进口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上周 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增收100%的关税 美国也在评估对来自中国的绿色科技增收类似的关税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和合作伙伴 而非洲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在峰会进行的几天里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将与中国高层进行多次会晤 探讨如何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通过这次峰会 中非双方能够达成更多共识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互利共赢 峰会的开幕式上 现场气氛热烈 来自非洲各国的代表们纷纷表达了对中非合作的高度期待 坦桑尼亚总统在发言中表示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的帮助 特别是坦赞铁路的重新启动 这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战比亚总统也对此表示赞同 他说 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这次峰会将为我们提供更多机会 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在接下来的日程中 峰会将重点讨论如何通过合作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中国希望通过与非洲国家在太阳能 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 推动全球绿色能源的发展 此外 双方还将探讨在农业 制造业 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力图实现多领域的深度合作 随着峰会的深入进行 中非双方的合作前景愈发明朗 非洲国家的代表们纷纷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峰会 能够与中国达成更多实质性的合作协议 为本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这次峰会上 习近平还强调了中国对非洲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支持 他表示中方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推动非洲国家实现自主发展 他指出中非合作不是一时之计 而是长期战略 我们愿意与非洲国家一道 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实现共同繁荣 非洲国家领导人们在会后的采访中普遍表示 他们对峰会的成果感到满意 南非总统表示 这次峰会不仅加强了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肯尼亚总统则认为 绿色能源转型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对我们非常重要 峰会的最后一天 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掩盖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开发 农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这些协议的签署 将为中非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峰会结束后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们纷纷表示 他们将带着新的希望和目标 回到各自的国家推动合作项目的实施 中国也表示 将继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共同实现繁荣发展的目标 北京的夜空中 用火绽放照亮了中非合作的美好未来 这场盛会不仅是一次合作的庆典 正是中非友谊的新篇章 在习近平和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非合作的道路将越走越宽 越走越软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Y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YouTube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一期见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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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